《易法方儀》講的其實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一方水土出產的東西 養育了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 它都有一種偏性 《易法方儀》講的叫東方 那會兒是像齊魯 像渤海 黃海 發展的比較早 或者是居住人比較多 所以叫東方餘鹽之地 人們吃這種海產品比較多 吃海產品比較多 容易出現一種問題 就是身上會長很多這種創痒 老百姓也說魚生火肉生痰 所以就適合在當地 適合用扁食刮沙的方法 去化解它的這種偏性 所以我在這兒說這點 就是海鮮是我們這種本能的慾望 但是海鮮攝入不足 或者是吃得過多 都會導致身體出現問題 然後大家吃得到能力 去化解消 馬達 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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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